四川发掘三国张飞之墓,杖八舌毛千年不朽,专家,我们误会了1800年。 自古以来,三国故事便流传于世,其中,张飞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角色,然而,一场意外的发现,却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英勇将军。 1985年,四川成都华西医院在修建宿舍的过程中,挖出了一座被认为是三国时期张飞的墓穴,这座墓穴的出土文物。 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认知的张飞真面目,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此情此景,令卖草鞋的刘备很是忧心忡忡,他内心盘算了一下,觉得卖草鞋这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编草鞋也很累,于是他决定在自己的身份上做一下文章, 怎么着自己与皇帝同姓,按照身份追溯的话,自己还能称得上是一位弟弟道道的皇叔,虽然当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点,但只要他自己相信就够了,于是刘备打着皇叔的名号,开始招募志同道合的小贩,人多力量大这事,刘备心里比谁都清楚,在刘备的高呼之下。 卖草的关羽和卖肉的张飞被说动,决定跟随刘备去闯一闯,为了害怕这两人反悔,刘备还拉着他们找到了一片桃园拜了坝子,成为了愿意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结拜兄弟。 于是乎,三人开始在乱世里相依为命,共同创业的美好日子,而在我们的印象中,冠羽和张飞在跟随刘备打天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似乎一直是武将,冠羽倒还好,似乎还有点谋略,不然又怎么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但是张飞给人的印象就是赤裸裸的满汉了,就好比《水浒传》中的那个只知道打打杀杀。 杂杂乎乎的李逵一般,尤其是《三国演义》这本书的广为流传,更是让张飞的这种形象根深蒂固,而影视剧中也竭尽所能将张飞塑造成人们脑海中所认为的那般,演义终究不是历史,张飞墓中出土的文物,则是彻底揭开了张飞的真面目,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打开厚厚的棺果,吸引人眼球的是历经千年,依旧寒光凛冽的杖八蛇毛,如镜般的刀身冷气森森,毛杆一丈, 毛尖八寸,这无疑是一把好兵器,锻造八丈蛇毛需要熟练运用百炼钢技术,毛尖运用的是上好的冰铁,锻造它需要反复断打钢料,以确保钢料无杂质,木炭的渗入则保证硬度上升,引用韧性高的钢条加以辅助,使毛脊更为坚韧,这样就达到了毛中间柔韧,头部和边缘坚硬锋利,从而在刺中敌人的时候,不会被敌人的身体夹住折断, 使得作战更加得心应手,长板桥投生杀气,横刀立马演员争,一声大吼轰雷阵,独退曹军百万兵,这是张飞留给我们的经典形象,作为蜀汉名将,张飞一直给众人的形象是粗犷豪迈,骁勇善战,赤胆忠心,冲动易怒的一副满汉形象, 由于史书的描写,影视剧的塑造,张飞的游泳无谋,莽汉形象深入人心,尤其三国演义热播后,张飞五大三粗,抱头还演,声弱巨雷的莽夫形象在后人心中根深蒂固, 可历史上的张飞真的如影视剧中写得如此吗? 张飞墓的发掘给出了答案,令人惊艳的杖八蛇毛问世后,在后面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越来越疑惑, 在张飞墓中除了有一些普通的陪葬品之外,还有张飞自己亲手所写下的墨宝, 而墓中还有一些石碑,上面的内容经过考古专家判断,也是张飞亲手所刻,这也就是说, 张飞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斗字不识字的莽汉,而是可以吟诗作父,甚至还能写得一首好字的人, 很显然,这种形象着实令人大跌眼镜,除了墓中的文物和石碑之外,丹前总录中也曾记载说。 弗陵有一雕斗名,上面的名文就是张飞所写,而张飞自己的佩戴的刀, 以及立马名上的字也都是张飞所刻,虽然后来有些专家指出立马名上的文字是旁人伪造的, 但终究未成代官定论之说,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元代的大画家袁枕,也曾对张飞的书法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张飞的书法造诣非常高, 魏国的钟摇等人都不如张飞写得好,不仅如此,张飞还有一个红老婆的绝技, 没事的时候给老婆画像讨老婆开心,这在张飞墓中也有出土他的画作。 发掘古墓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出张飞是一个骁勇善战,能文能武,胸怀莫保,十分钟情的人, 只不过他所画的美人图没能流传至今,我们现在人没有机会一宝眼福罢了, 既然张飞墓中的文物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张飞,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在历史史集中来窥探一下真实的张飞,说白了, 张飞在后世中留下的满汉形象还是受了演义中的影响, 正史中的张飞还做过不少令人津津乐道的事情, 最起码是很有智慧的,张飞对于刘备是非常忠心的。 无论出于何时何地都没有想着背叛他, 这也是刘备敢多次将张飞戒出去的原因所在, 甚至被刘备责怪的时候也没有生出一心, 话说马超投降了刘备之后,对刘备非常不尊敬, 总是直呼刘备婊子,关羽倒是很直接, 他劝刘备直接杀了马超,但是刘备却拒绝了。 毕竟马超手上是有两把刷子的,这时候张飞站出来说话了, 他表示自己有办法让马超乖乖地尊敬刘备, 在第二天的大会上,本来应该坐在下面的关羽和张飞并没有落座, 反而立在了刘备左右,而马超看到后直接被震住了, 想想也是关羽张飞和刘备什么关系, 他们在刘备面前还尊恭敬敬的, 自己只是一个半路投靠的将军,不尊敬刘备这不是自寻死路, 所以马超再也不敢叫刘备的婊子了, 这就是张飞的主意, 以身作则让马超自己明白该行的臣子礼仪。 相比较关于请求杀了马超, 张飞的主意着实高明了很多,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张飞还做了不少有智慧的事情, 意识严严, 聚水断桥, 张飞既然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 那么他究竟有什么样的绅士, 真的是三国演义那般平民出身吗? 这点张飞的目中一段木志明也出了答案, 其实张飞的出身并不低, 至少家境还可以, 所以张飞能得到比较好的教育, 自然也解释了他为何能写文, 还能写的一首好字, 而在那个乱世, 张飞也是极为有报复的一个人, 当刘备打着皇叔的名号起兵时, 张飞看到了希望, 所以便投靠了刘备, 顺带着还用家中的钱财资助了刘备一番, 作为创业启动资金, 既然张飞文武双全, 那么他真实的长相是不是就如李逵那般? 其实也未必如此, 张飞有两个女儿, 她们全被刘善娜收入了后宫, 并且都当上了皇后, 要知道闺女一般都会和亲爹比较像, 如果张飞真的是个粗野满汉, 那么她的两个女儿也未必能果色天香, 而刘善又是个乐于享受的主, 面对不漂亮的女子自然不会将其纳入后宫, 所以, 我们从这里也能推测出, 张飞的真实长相应该并不粗犷, 甚至还会有些帅气, 毕竟后属的美艳女子不在少数, 能让刘善接连将张飞的两个女儿都封为皇后, 如果说他们两个没有姿色, 我是断然不会相信的, 由此可见, 张飞是一个被演绎黑化的人物, 他也决然不是我们传统认知的大老粗的样子, 所以, 真实的历史往往被一层面纱遮挡, 我们必须要具备发现真相的眼睛才行, 历史上的张飞能文能武, 重情重义, 书法了的, 还能画的一首好画, 而三国演义却将他刻画的蠢笨。 鲁莽, 极恶如仇, 罗冠中笔下的张飞只是一个小说人物, 大众熟知的张飞是罗冠中的张飞, 作者赋予人物灵魂, 有时需要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 罗冠中塑造的张飞是成功的, 但作为观众, 要分精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 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考古工作的意义正是在于, 通过挖掘出来的文物, 用理论研究的方式, 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进行分析, 产生中国的发展进程, 考古学为构建中华民族历史, 树立中华文化基因, 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 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古物, 为史书记载提供了佐证, 还原了祖先的生活, 了解祖先的光辉世界, 在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 增强文化自信, 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有重大意义, 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 彰显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